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Simon 多伦多的一名房地产经纪 今天的视频要给大家介绍 就是我代理的一个出租的物业 1123号 Green Jet Trail 它的位置是位于New Market 大概是在Leslie和Between Mule Lock和Wellington中间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区域叫Copper Hill 但是它是属于Stonehaven的一个大区 Stonehaven是以Leslie左右两边分成东西两个社区 西边的话是一些比较老的房子 大概建设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 占地都比较大 都是当年New Market的这种Executive 这种高级行政人员的住所 然后我们这边在Leslie的东边 是一个新兴的社区 当年是开发商有是有两个的 我当年还来看过这里的房子 大概当时售价也就是80来万90万左右 更早的可能会便宜一点 今天给大家就来看一看 因为平时很少有机会给大家介绍New Market的社区 所以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给大家看一看New Market的房子 这是我们代理的新上市的一个物业 1123号GreenJet Trail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外立面 都是贴了这个石头和这种砖头 然后这个整个还是看上去整个build还是十分solid的 因为有的时候立面大家为了省钱是做了这种stockle stockle的话 其实在多伦多的这种冷热的这个温度 会变化比较大的石区域呢 会是比较麻烦 因为很容易会爆开啊 但是对于加州这些地方就比较适合一点 好今天看了这个房子呢 是总共有四个卧室 加上三楼有个loft面积非常大 接近大概3000尺左右 而且是一个双车库的房子 前面可以这个dryway呢 可以停两辆车 好我们现在到房子里面去看一看 我们在房子里面 现在是站在这个foyer的一个地方 然后前面这个门厅 这里是有一个双开门的这种衣柜啊 然后往里走 这是我们的这个客厅和餐厅了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区域 咱们现在所在的loft呢 是40尺的面宽的 还有这种9尺的这个层高设计啊 所以说空间看上去是比这种8尺的要好多了 因为这种8尺的确实会感觉压抑一些 所以说咱们买新房呢 就是得益于这种好的设计 采光都会好一点 大家看到这两边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窗户 如果是8尺的话呢 这个窗台就非常高了 而且这个亮度也非常小 现在是这个上面呢 还做了这种Coffer ceiling Drop了一尺 ceiling下来 而且都是做了这种Chrome molding的 还有非常多的射灯 所以说你在这个区域里面一点都不会觉得暗 我们再往里走一点呢 这是它的一个家庭厅 有一个自己的煤气的壁炉 上面呢也是做了这种Chrome molding啊 还有吊灯啊 还有这种Pod light的射灯啊 所以说整个空间是非常亮的 像我们现在这个方向呢 是朝着后院 后院是朝南的 所以说呢 这个光线在白天一天里都非常亮 所以说很多时候咱们华人在买这个新房的时候 都会挑这种朝南后院朝南的这个lot 因为很多时候在设计上 主卧也会基本上安排在对着后院这边 所以说你的主卧也是朝南是非常多的阳光 好 我们现在刚刚看过了这个家庭厅啊 这个尺寸也是挺大的 这也可以摆放很多的这个家具啊 沙发然后电视机啊 大家可以挂在墙上或者是放在那个角落里面都可以的 好我们再看这边是一个这个早餐厅 早餐厅的区域也非常大 我们再来看看厨房啊 厨房呢是这种深色的实木橱柜 然后呢加上这个中导啊尺寸还是不错的 像我们现在这个一楼因为是九尺楼顶呢 所以说当年屋主在这个橱柜升级的时候呢 把这个橱柜的升到了最顶上 如果不升到最顶上呢 你就会留下大概一尺到一尺半的这个空间 所以这个看上去就会非常奇怪 而且是这个做了这种 trimony hood不是under cabinet hood 所以看上去整体效果十分不错 而且后面做了bass splash 呃这个cabinet下面的这个台面呢 是这种granate countertop就是大理这个叫做花钢石 然后这边中导的台面呢 是这个quartz的石英石的 石英石的好处呢就是不容易渗漏 像这个它致密度比较高一点是人造石嘛 然后这种天然的这种花钢石呢 就会渗漏 平时咱们大概一到两年都要用这个sealer去封一尺 然后这样的这个酱油啊 或者咱们的这种食用油就不会渗到下面去 这里是它的后院有一个小小的deck 然后院子的空间还是不错的 还可以看到 虽然没有咱们老房子那么大 但是对于这种年轻家庭来说呢 这种院子是十分适合 因为大家呃本来已经带孩子啊和家务活已经都挺多了 所以说呃大家都是尽量会避免一些啊 这种啊很多的housework 好这边是一楼 然后这边过来呢是它的车库 这是一个双车库的房子啊 看一看 这边是它的两个车库 空间还是挺大的 而且现在这种新房的车库都会高一些 然后这边是它的powder room 好我们上二楼去看一看 二楼这边上来有一个转弯平台 它的这个lining closet是放在这个转弯平台这里了 不需要浪费任何空间啊 上来二楼我们先看一看它的主卧 那户型都是十分方正的 而且是一个朝南的主卧 光线比较好 九尺的屋顶 然后楼上面都做了这种molding 这边它是主卧 是有两个自己的walking closet 男主人和女主人各一个啊 这是它的洗手间 洗手间也是做了升级的 包括它这个台面的这个marble啊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淋浴 它是做了这种升级成了这个frameless glass shower 是没有矿的 之前的视频都给大家提过了 这个能升级就升级 因为后续做也挺麻烦的进来 然后呢它的另外一个细节 就是说它这个瓷片 一直是做到了ceiling上面 ceiling而且是有一个自己的pow line 这些都是一些加装的选项 不是说你一定要做 但是做的话效果当然会更好 因为后续自己做会比较麻烦一点 在另一边呢是有窗户 而且是有两个窗户啊 有自己的浴缸 马桶放在这里了 好我们看看二楼的另外的几个卧室 这是其中一个次卧 户型十分方正啊 九尺屋顶的感觉真的是好很多了 这边是它的一个closet 然后再往前走 两个卧室共用这个洗手间 两个洗手盆 这里面是它的这个浴缸啊淋浴马桶 都有自己的窗户啊 不会觉得压抑 这边是对着前院的房间啊 窗户非常大 每个房间都做了自己的molding 这是它的二楼第四个房间 是一个独立的套房 它的洗手间在这边 然后这个是淋浴了 我们在二楼有两个套房 还是比较实用的 因为家里经商可能会 咱们华人家庭跟老人同住啊 所以说老人也需要一个 这种自己的套房 啊这边它的洗衣房是设置在二楼了 因为我经常现在碰到一些买家啊 您特别年轻的买家 他们不是很愿意把这种啊 laundry room放在这个basement 因为他们觉得还是太麻烦了 毕竟每天要把这个衣服 从这个二楼搬到basement去 再洗完干净了以后 再搬到这个啊楼上来非常麻烦 的确咱们不做家务是真是不知道这种辛苦啊 好我们现在去三楼看一看 这是它的一个loft 这个loft呢大概有几百尺的空间 是没有再隔房间了 当然你要隔也是可以的 而且它是自己有一个这个洗手间 一个full bathroom啊 这里是有自己的淋浴的 所以说你朋友来了或者客人来了 暂时住在这个loft呢 是有相对一个自己比较独立的空间 而且这边是有一个门 后面是有一个阳台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在这个三楼上面 可以很远的看到 像其他的看到这几个户型呢 都没有三楼 对面有两栋 是有带三楼loft的 像一般的这种带loft的话 买入的价格都会比两层的 会要贵一些 毕竟面积大了 我们最后带大家来看一看地下室啊 它的地下室呢 是乘一个l的形状 这个窗户都是应该是加高了的 因为平时我们看到这个标准的地下室窗户 基本上是大概12寸高左右 现在这种呢 是应该在开发商里升级了 这种大概可能 这种三个窗户不会收你太多钱 可能一千来块钱左右吧 但是效果会好很多 这个已经升级到了两尺高 更多的光线可以从这边后院透过来 所以你在整个地下室呢 不会觉得太阴暗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设备 热水炉是出租的 然后这里新风系统 下面这个carrier是它的furnace 然后这边呢 是它的这个将来的洗手间的ruffin 预留的这种下水口和进水口啊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 是它的冷房和电箱 我们走在这个basement里面 一点都不觉得这个潮湿和阴冷啊 所以说明这个basement是不存在这种漏水啊 或者是有什么发霉的 而且看到这种保温棉都是十分的干净啊 虽然没有完成啊 但是对于租客来说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让它堆放这些杂物 因为大家知道这种租客呢 基本上都是以一个family为主的 这个所以说他们在搬家的时候 这种杂物会非常的多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房子呢 就是我昨天上市的一个出租物业 位于Newmarket Copper Hill的一个独立屋 1123 Granger Trail 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独立屋 地面上有三层 总共是面积大概是有3000尺左右 四个卧室两个车库 转位上还能停两辆车 像我们的月租呢 是4300块每个月的 然后租客呢是自己需要支付 自己的水电煤三个账单的 很多朋友肯定会问 是什么人能够租这种房子呢 为什么4000多还不去买房子呢 因为很多这个本地西人的家庭 他们都是run自己的这种生意的 有自己的business 所以说他们的钱不一定是会 所有的投入到房产中间 有可能他们会倾其所有 投入自己的生意当中 希望把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强 所以经常我我的租客呢 会是碰到这种 这种做music的这种composer啊 或者是这种或者在 run 这各种的这种运动协会啊 还有各种做生意的人 所以说呢千万不要小看他们的这个收入 其实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 曾经有一个租客 就是一个commercial Realtor 他们的收入都将近是快100万一年了 所以说碰到这种租客呢 确实是相对来说 比较省心的一种优质租客 所以我们在这种对租客的把关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查清楚这种租客的这各种 他的profile 他的credit report 然后他的确认他的工作和收入 这样才能够保障到 这个landlord的这业主的权益 这个房子上市两天以后 都有已经有两拨人看过房了 而且在downtown 我刚刚上市的这个西区的 有一个独立屋出租 也是有几拨人看房了 最近的这些租客呢 都是来自多伦多地区以外的 很多这种人 有的是还是来自新加坡啊 特别多都是外来人口 所以说最近的这个租赁市场 是十分的火热啊 好了今天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我是Simon 下次视频我们再见 拜拜